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这个流管季节通常天气都开始变冷了 台北市就开始进入冬天 湿湿冷冷的讨厌人的天气 所以安琪老师要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麻油三杯双鲜 对 好 那这边我们就放麻油 那这边这个是黑麻油 像以前我们做三杯的时候 就是一杯的黑麻油 一杯的酱油 一杯的酒 米酒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吃都觉得太咸 比较重咸 因为这个菜是个啤酒屋的发明的 它不会让大家喝啤酒 所以就做得很咸 但是现在我们就都不做那么咸 而且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海鲜类 所以像我们做三杯透抽什么的 反而比做三杯鸡的机会要高 对 而且你会配一些膚类的东西 热量比较低 对 好 我们现在黑麻油 老师爆了姜片 然后蒜头 基本做法还是一样 我们要把姜片爆一下 那这个姜片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削皮 就直接切 直接切成薄一点片 像以前人家都说把这个姜要煎到 都卷起来 爆到老 但是因为麻油的燃点不高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不要说真的爆到那么焦 好 那今天我加了一些菇类 这个菇类里面最难熟的是我们的杏鲍菇 杏鲍菇 所以把它切片 切片 打斜切片 然后把它变得大一点 然后一样要煎一下 它会那个比较透 对 对 对 然后就比较香 好 其实现在因为是麻油在爆姜片 然后菇跟杏鲍菇下去之后 对 其实它那个麻油香还是很浓郁 对 然后我们其他的菇都可以百搭 都让它爆炒 同一时间我们安琪老师的这个菇 加了一点水之后熟了 那它焖软了 那这两个海鲜我们也可以直接放下来 但是为了让它这个比较 不会那么腥气的话 其实它稍微烫一下 你另外用滚水稍微烫一下 对 就是它也不是腥 就是它这个水会比较浑浊 这些是新鲜干贝跟这个透抽 好 那这样汆烫要烫多久 很快 我们以前有讲过 就是我们只是不要滚的水 也不要再等它滚起来 因为滚起来的话 这两个海鲜就老了 好 所以一过滚水 大概不到一分钟内 赶快取出来 也不要太老 对 然后就是让它也熟了 然后这样可能熟个六七分 待会入锅拌炒一下就熟了 就熟了 那像这海鲜类 我们刚刚尤其又加了一点水 所以我们不能再加酱油 我们这杯用的是酱油糕 OK 所以三杯 其实一杯麻油 一杯米酒 然后一杯酱油或酱油糕 但是你的口味 你的油腻度 你都可以比一杯再少一点点 你可以调整 久我们晚一点放 让它呛得比较香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因为酱油糕还是咸 我们少许加一点糖 酱油糕 不同品牌 其实它有一点点差异 最后我们把辣椒 辣椒也可以调整整整整 最主要它没有红色 所以我们酱油让它入味就好 对让它入味 因为酱油糕它会有点狗狗的 它就会黏在海鲜上 最后我们就来九层塔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吃起来很温暖 秋冬说起来真的很冷 然后吃些麻油会让你暖身 然后吃好的优质蛋白质 透抽或是这种香菇 它里面还能按基酸 都可以帮助免疫力 所以说实在的 其实你不是靠群力保护打疫苗 就是自己要吃到健康的东西 那讲到预防针 给大家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讲那么多预防针 那大家还记得2018年 日本流行什么 麻疹 真的台湾飞到日本那些空姐空哨 都可能会得到 那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各国打预防针的策略 是完全不一样的